中央军委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船 书童是江西东江县人 他参加革命不是在军队 而是在地方上 1926年11月 书童入党 三个月后担任县委书记 不久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权限到处都是活捉书童的标语 在敌人的追捕下 书童的亲人被杀害 他本人与党失去了联系 为了找党 他先后去南昌 武汉 上海 南京 因为一直找不到党组织 他只好靠着一手好书法 进入了郭敏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及黄埔军校郑迅复 当了一名负责抄写的陆士 一年后 他获悉将西老家的红军 又红火起来了 立即借故回家 1930年9月 书童回到东湘县 躲在亲戚家 与一些党员接上了联系 当他获悉红军准备攻打辅舟时 立即准备发起暴动 策略红军行动 当他带人来到红四军联系时 政治部主任彭护接待了他们 不料第二日扶晓情况发生变化 由于敌人重兵袭来 红四军不能打辅舟 需要马上转移 而回东湘的路 也被敌军封锁了 彭护说 现在回不去了 你们是否愿意留在红军 书童说 我一直在找红军 当然愿意 于是书童转入了红军 在红四军政治部当秘书 就这样 他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军事生涯 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 书童已经是八路军总部秘书长 10月中旬 党中央决定组建进察纪军区 指定由第115师政委聂荣贞负责 聂荣贞希望八路军总部 为他解决干部问题 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毕时说 是不是让书童担任此职 他现在是总部秘书长 自写得很好 曾被毛主席称为马背书法家 正带着工作团在舞台 定乡一带 聂荣真心 然同意 11月7日 进察纪军区成立 聂荣真为司令员兼政委 唐延杰为参谋长 书童为政治部主任 从此 书童作为三把手 在聂荣真领导下 在进察纪战斗了一千个日日夜夜 参与组织 指挥了进察纪军区 反日军多路围攻和反扫当斗争 1944年春 党中央决定书童到山东工作 此时 中共山东分局 由罗荣桓 李玉 萧华组成 以罗荣桓为书记 书童到达后 增补为委员兼秘书长 为第四把手 1945年9月 罗荣桓奉命率部前去东北 不久 陈毅来到山东 随即 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张云毅为副军长兼副司令员 李宇为副政委 陈氏举为参谋长 书童为政治部主任 书童为第五把手 书童觉得自己难以胜任 找到陈毅说 自己不熟悉新四军 希望组织上另外物色人选 陈毅把手一挥 大声地说 什么胜任不胜任 当仁不让吗 这个是工作的需要 有什么好谦让的 结果 书童的政治部主任当得很出色 后来 又兼任了华东局的宣传部长 社会部长 1947年初 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开到山东 军长韩恋成与党组织联系 希望极易 要求派一个能代表中央过华东局的人来说话 华东局商量后 决定派书童去 但是 书童是华东局常委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派如此高层领导深入敌学 没有先例 众人只好请示陈毅 陈毅回殿 不入虎学 兼得虎子 书童一去 我真与韩恋成达成三条协议 十几天后就发生来无大战 韩恋成突然失踪 致使四十六军陷入混乱 连累敌其他两个军崩溃 三个军近六万人被监 后来 陈毅率领了这一支部队 发展为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书童还是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 地方工作越来越重要 1952年 书童被调离军队 重点转 入华东局工作 担任华东局宣传部长 并负责上海市的文教工作 正是因为脱离了军队 1955年9月 解放军受贤时 按照有关规定 书童没有受贤 但是 此时书童已是更大的重任在身 为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了 以后 书童一直在地方担负领导工作 尽管如此 鉴于他在军队的巨大贡献和影响 2013年 中央军委组织编撰解放军高级将领船时 他仍然名列其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央军事 figure 高级工 1170年 军门 兽 div